您好 欢迎收看本期人家说 之前有朋友其实想让我聊一聊说这个女权的话题 因为毕竟啊 北欧地区 女权还是走在了世界最前列的 应该是的 女子地位非常的高 那另外呢 还有国内的一个朋友 希望我能聊一聊啊 这个国内现在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叫婚内出轨 过去我们说这个婚内出轨 这个现象应该说一直都有 但是我这个朋友告诉我 说国内现在这个比例非常的高 好像身边的这些闺蜜啊 就是女孩子啊 女闺蜜 好像这大部分都有这些经历 这听着就好像就有点挺可怕了 我们在国外生活这么长时间 好像远离 对 有点出节了 有点惊讶啊 对 没跟上时代的步伐 所以这一期节目我们就聊一聊 女权 然后捎带着 说一说这个婚内出轨这个事 话题很劲爆 好 那我们继续啊 那关于女性也好 关于婚姻也好 其实有一些自古不变的一些法则 我们应该先把它亮出来 比方说吧 男女相互吸引 这是肯定存在的 那肯定的 如果没有男女相互吸引的话 就甭管这个人是结婚了 还是没结婚了 还是多大年纪 如果没有男女相互吸引的话 那么对于人类这个物种来讲 就灭绝了 对 这都没法继续的 所以说繁衍后代 异性之间相互吸引 这是一个自然法则 动物本能 对 这是一个动物本能 但是啊 应该说人类很多时候 它的这个行为啊 和动物本能 它是有区别的 比方说很多动物 那这异性吸引 那就我就随便来嘛 只要能有后代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人类社会 它是不一样的 自古以来人类啊 最常见的形式呢 那就是一夫一妻子 对 或者是一夫多妻子 那这个有别于其他动物啊 其他动物呢 我见着异性 我就就来呗 弄了 是吧 那为什么这一夫一妻子 是存在的人类当中呢 是啊 对 那这个其实也是跟 生理或者是跟生物的本能有关系 但是这个也可以用经济学的眼光来解释 哎 哎 为什么 应该说啊 人类能吃饱饭啊 都是最近一百年以后的事情了 最近一百年的事情 过去人类的平均寿命啊 大概也就是三十五岁左右 在青梅座诞生之前的时候 人类的平均寿命就是三十五岁 然后呢 人类啊 他的生存 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他想生存 他得劳动 对吧 他不劳动 不管是打猎也好 还是他做农业生产也好 他不劳动 是不可能生存的 就不死了 但是呢 人类的这个孕育自己孩子的周期啊 就是怀孕的时间 他又非常的长 那么对于这个女性来讲 应该说 他对于繁衍后代这个事情来讲 这个事情啊 应该是做了更大的贡献 应该是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对 至少这怀胎这十月 非常的难 而且还有哺乳期呢 没错 至少说一年吧 一年半吧 一年到一年半这个时间 你是没法从事生产劳动的 对 那对于你一个人类啊 你生存 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压力 对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男性的帮助 你没办法 所以说 这个时候 就要明确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呀 归属 那如果所有的男人都说 这孩子不是我的 这不就把这女性给撂着了吗 对 这女性冒着生命的危险 然后孕育了一个后代 这个从进化上来讲 这个是不符合进化规律的呀 所以 就要说明确产权 这个产权是什么 就是孩子到底是谁的 那么对于一个男性来讲 你知道这孩子是你的 那么你会提供更多的劳动 去 补育 去养育自己的孩子 那这样就成立了 那为什么历史上会存在一幅多期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能确定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就是一个爹 同一个爹 那么这个爹 他就有相应的义务 去抚养 对 去抚养自己的孩子 相对于数量的妻子跟孩子 对 那有人说 你这不封建迷信吗 你搞义富多气质 的确 义富多气质 从女性的角度来看 不太好接受 其实从男性角度来看 我们也反对义富多气质 我们也反对的 但是呢 其实啊 经济学就是有意思的 就是这一点 同样一个事情 你用经济学的眼光去看 可能这个 合理 应该说所有存在的事情 他都有相互的博弈的 我相信在人类进化历史上 在社会上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婚姻形式 或者说繁育后代的这个形式 但是最后能够持续下来的 一定是最有竞争力的这种形式 包括存在的这个义富多气质 也是一样 那有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义富多气质 对于女性来讲 是更好呢 还是更不好呢 对啊 应该说不好 没错啊 对吧 那一听这 你压迫我们女性合法权益 有点性别歧视 对 但其实啊 那如果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 他其实是反过来的 一个男人 他有好几个老婆 那么对于这些老婆来讲 如果他们是自愿的啊 他们都能接受 说我就有一个老公 我愿意啊 那他们首先 固定了 他们这个关系 一对多的关系是固定了 那么对于剩下的这个世界上啊 男性更多 还是女性更多呢 假设咱们现在就100个人吧 100个男人 100个女人 10个女人 跟一个男人 组成了一个家庭 那么剩下多少个男人啊 就是救个呗 剩下多少个女人啊 90个呗 那对于女性 来讲90个女性 选99个男性 你的选择是更多了 还是更少了呀 你的选择相对更多了 你的要求就可以相应的提高 对 你的标准也可以相应提高 对 那对于整体 这些没有 跟这一个男人结婚的 这剩下这90个女性 那是福利啊 你其实 的确还真是福利 所以这样来看 对于剩下的女性来说 是好事 所以啊 这个经济学 总是被人骂呀 也是有道理的啊 你总是解决出来的这个东西 违背常理啊 违背人们的这个 死为定势 对 好 这是一个小插曲了 所以说 自古以来啊 婚姻它是一个经济关系 就是如果 没有这种 产权的界定 没有这种生产形式的 这种关系啊 应该说婚姻 也是不存在 比方说啊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 为什么现在 结婚的时候 求婚的时候 男性要送给女性钻戒呀 对呀 是因为广告吗 钻石横九远 是因为有流程啊 是因为 好看吗 是吧 其实还真不是 它是有与历史源源的 比方说啊 在最早的时候 男性女性 两个人相遇 相爱 然后结婚 结婚有了孩子 这时候男性 如果变了心怎么办 或者出去 有了意外 怎么贵 怎么办 比如出去打仗了 回不来 怎么办 其实对于这个时候 不管是孕育期的 还是哺乳期的女 女孩子来讲 她代价是非常大的 风险非常大的 那么为了让自己的老婆孩子 能够继续生存 能够活下去 需要给女房一彩礼 就是算是一个保险 对于未来的一个保障 那如果男的回不来 那么通过这个财产 一般来讲是土地了 一般是土地 在西方国家 一般是土地 那通过这个保障 继续维系下去 但是后来呢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动 农村人开始就往城市去聚集 那农村这个地呢 也没人管了 就空了 空了 再种庄稼 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那这个时候 送地已经不行了 所以男性需要给女性 送一个更有价值的东西 稀有一点的 对 然后以保证说 这个我们 算是一个保障嘛 那就是相当于替代过去传统土地的这个东西 婚姻这个基石 对 所以说啊 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说 瑞典人怎么不结婚啊 什么的 其实不是的 不是说他们敢潮流 他们新潮 而是说他们在欧洲啊 传统的欧洲不是谁都能结得起婚的 因为你没有相应的土地或者没有相应的财产 你没法给这个女方以一个充分的一个未来的保障 一个信用保障的话 你是没有资格结婚的 所以一般在欧洲能结得起婚的是谁啊 是长子跟长女 因为那个时候欧洲是长子继承制 有物质基础 决定了这个财产实力 然后决定了婚姻的形式 对 那既然我们要聊女权呢 那肯定要说 今天我们女权这是相对的 相对于昨天 那为什么昨天 就是历史上女性的权力一直被淡化 对对 女性的地位一直这么低呢 对 其实这个也是跟我刚刚讲的这个内容相关的 男女相遇相互吸引 是一个自然法则 那让他们在相遇的过程中 在共事也好 在相处过程中也好 肯定会有 有时候可能就会有冲动 咱们说冲动的比例可能是1%吧 但这1% 对于这女性来讲 那可是100%呀 对 如果你这女性 被一个男性吸引 让两个人就火花了 那之后呢 自己付出的代价呢 可能就是丧失了一段时间的这个生产劳动能力 甚至对生存都是有压力 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 你怀小孩到生育是有风险的 对 很多女性就是在生产过程中 要么自己去世了 要么就可能孩子 不管怎么样 这个打击都是非常巨大的 对 所以对于女性来说 最好的避免这种事情发生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不要抛头露面 你想限制住所有的男性 应该说很难的 你让男的你不出门 那谁来养家呢 谁来从事劳动生产呢 没办法 但是你要限制住女性 从社会成本上来讲 是相对容易的 所以各个国家 不管是阿拉伯地区 还是中国地区 还是古代的西方国家 都是一样 都在限制女性的自由 就是说 限制女性自由啊 剥夺女性的权利 应该是我们非常反对的 非常痛斥的 但是呢 我还是这句话 从演化论的角度来看 从经济学的眼光来看 一个制度 如果它能长期存在 那么它一定是从 其他制度里面竞争 角逐 最后能够胜利的 这种制度 这种游戏方法 游戏规则 那么限制女性自由 剥夺女性权利 压抑女性 这个呢 非常不幸的 它就存在了 其实是一种 适者生存的一种法则 最适合当时的 这个时代背景 那么由此呢 就可以继续了 说那既然当时是 抑制女性的 压抑女性权利的 那么到了现代社会 女性逐渐站起来了 开放了 女性地位慢慢开始提高了 对 那这个是得益于什么呢 男女相遇 然后冲动火花 然后风险降低了 什么 因为有了避孕技术 对 感谢多了一次 解放了 解放了 这是其中一个技术 另外一个呢 是根据现在的 这个经济发展需要 因为有一些工作 开始的时候 都是男性来做的 比如说化务员 电报员等等 都是男性 但后来发现 女性做这些工作 准确的更高 做的更好 比如纺织厂 等等 做的比男性好得多 同时呢 男女搭配啊 他干活不累啊 男性和女性 在一块的时候 能激发出更多的创意 女性有的时候 这种无边界的这种想象 或者他的想象力 非常的发达 丰富 而且在一块共事的时候 男女性也会给团队 带来更多的新鲜感 嗯 确实 比如同样一个团队 如果只是有男性的话 死气沉沉 里边只要有一两个女性 大家这个气氛就活跃起来了 对对 本来这活啊 如果都是男的 那都不爱干 如果有女性在里头的话 男性都抢着干啊 是吧 那哪个老板不希望这样 所以说女性 实际工作需要啊 提供的这个社会价值 商业价值等等 都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收益 让他们的地位 有所提高 嗯 那应该说 在现代社会啊 尤其是现在职场 女性的贡献度 重要性 丝毫不比男性说 对 但是有一些社会现象呢 还是存在的 比方说 从统计数据来看 女性的收入值 就要比男性要低一些 对 哪怕是在瑞典啊 过去有中国的这个 美女教授严宁说 啊 瑞典的男女平等啊 是走在世界的最前列的 你看在科研界 你看在科研界就是这样 男性博士数量 跟女性博士数量 差不多 这这这明显是瑞典 很先进嘛 其实他没看到啊 其实在瑞典啊 男性教授的数目 比女性教授的数目 那是要多得多呀 知道是 多得多 那这个是不是说 女性一定就是 还是出于弱势 社会是不是 还是一定就男尊女卑呢 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不能从表面现象 就推出一个结论来 这个太难 但是呢 我们可以从一个现象 来分析这个现象本身 是怎么回事 比方说男女收入不平等 这个吧 你能说 这就是同工不同酬 就是欺负女性的表现吗 我觉得很难这么说 比方说啊 这样一个问题 世界上真的存在 同工不同酬吗 就在今天这样一个 开放的世界里边 开放的竞争的环境下 存在同工不同酬吗 大部分人肯通一下 存在 那肯定存在 是吧 男女不平等 这已经是一个血淋淋的现实 摆在眼前 其实你再想一想 还不一定 解释解释 为什么这样 假设啊 咱们两个人 工作能力一样 但因为呢 我是个胖子 你不是 比较帅 老板就喜欢帅哥 不喜欢胖子 他就看不起我 他就给我80块钱 一小时 你100块钱一小时 那我们两个工作能力 工作效果完全一样 OK 好 那既然我是80块钱 你是100块钱 那么 我的工作能力又是100 那我会不会找其他的 家伙去加一点钱呢 比如说 下一个老板 他不肯给我100块钱 那给我90 我也干 那么 你的市价是100 我的市价是90 咱们两个在市场上 谁更有竞争力啊 那肯定是你更有竞争力 肯定是因为我能干的 一样的活吧 我还便宜 那我更有竞争力 对吧 那么 下次跳槽 我找个90的 对 那么再下一次跳槽呢 我找多少 我可能找95 95 那再下一次跳槽 我可能找99 最后就无限逼近于100 因为我的价值 我的工作能力 那就是100 所以说 在这个过程中 谁更有竞争力啊 是价格便宜的 看起来被歧视的这个人 是更占便宜的 对 那我想 有相信有很多老板 他能忍受 我是一个胖子 这个缺陷 对 他宁可对前勤 他为了省这一块钱 他也愿意忍受住自己的 个人喜好 偏好 他省这一块钱 他鼓励胖子 对 对于女性也是一样 如果真的 老板 老板就是看女性不顺眼 一样的工作能力 就是男性 我就喜欢男的 我就特别喜欢男的 我建议给男的高薪 女性 我就给你打折 那么女性也是一样 也可以走出这一步来 所以当时啊 在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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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事情啊 特别有意思 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 在上初中 嗯 有 你知道瑞典的这个老师 是非常左的啊 一上课就给你讲女性权益 讲 还是个男老师 一老头讲女性权益 说 哎 我们瑞典的这个男女平等啊 虽然在全世界来讲 走在前列 但是啊 还是做的不够 你看男性平均工资 就是比女性平均工资 高那么一点点 哎 我们还需要努力啊 然后我这朋友的孩子 一个男孩啊 蹭一下站起来了 他说 老师啊 那如果您说的这个 真的是男 就是老板歧视女员工的话 那老板应该 敬顾女员工才对啊 对啊 那同样的工作能力 那我顾女员工越多 说明我的利润越高啊 对啊 老师也是哑口无言 没办法 对 老师毕竟也不是搞经济学的嘛 他也没想到这个 回答不出来 就说明很多时候 我们想当然 以为的社会现象 然后就 形式上的以为 哎呀 这就是男女不平等 其实 不一定是这么回事 那话又说回来 为什么女性平均工资 它就是比男性平均工资 要低呢 应该说 衡量一个人 或者一个族群的贡献度 它的衡量标准 可不只是工资这一项 比方说女性 她结婚 生子 还有哺乳 这至少咱们刚刚说了 需要一年半的时间 那么对于一个母亲来讲 一年半的时间 相当于她的职业生涯 大部分来讲 应该是中职了 对 那么之后把孩子送到幼儿园 可能是三岁等等 她这几年的时间都没有工作 甚至是和社会一定成为脱节了 那么她再回到工作岗位的话 她需要重新开始 对 那男性呢 她一直在需要养家糊口 她需要在职业上使劲往上奔 她不能松懈自己 对吧 那么从统计数据上来看 那么女性一生的总体的这个收入 她比男性低 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还是这句话 从统计数字上 从工资上来看 虽然女性工资要低一些 但是对于家庭来说 女性的贡献少吗 远远 重要性来讲少吗 一点都不少 比如在我家里面 孩子见到妈妈 那比见到我呢 亲得多呀 那在孩子心目当中 如果爹妈 如果是只能剩一个人的话 我相信大部分孩子 那是一定会选择妈妈的 你说这个贡献度少吗 重要性少吗 重要性一点都不少 所以说我们 不能因为一个社会现象 一个统计数据 就简单粗暴的下结论 就女性就是社会地位低 不是 这个社会地位 也是多方面衡量的 比如有的人 比如像在我 我也会这样想 世界上 哪怕一万个人说我不好 说我好 或者说我不好 都没有我的孩子 说我好 或者不好 重要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女性不一定 社会地位低 对吧 那再说一些社会现象 比方说啊 男女一块出去 搞一些团队建设活动 等等 一块出去办什么事情 你就会发现啊 男性在美女面前 发现 意气风发 而女性呢 显得 羞羞大大 是吧 正好相反 你还说 这就是男尊女卑啊 这应该像我们瑞典一样 女性意气风发 男性羞羞大大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这个是跟人类进化有关系的 有社会学家做过一个实验 叫赌局实验 发现啊 就是让这一个人 在这赌钱嘛 下多少码啊 然后什么 看他这个风险偏好 怎么样 把这个没有任何 布置的这个场景呢 作为一个对照样 对照组 那同样做这个实验 比如把男性堵桌上 放一个漂亮的美女 会发现这个男性啊 风格变了 过去 比如他下注 下100 那么现在美女坐着 啪 200 200 150 反正肯定是比原来这要高的 但如果相反呢 如果受制者是女性 原来 他下马 比如说100 边上做一摔格 他这个下马的这个幅度啊 就会往下降 80 50 这个是跟进化相关的 就是社会也好 或者是进化的本能也好 他就给男女的这个性别 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参考 就是有一个有吸引力的 有魅力的意见 在你边上的时候 男性不自觉的 就愿意多表现一下 女性呢 就要收缩一下 这样呢 反倒能让自己 显得更有吸引力 这是一个 当然有人也做了脑科学研究啊 说这是一个这种叫异性思维 有异性跟没异性的这个环境下面 做出的决策风格是不一样的啊 那这个是 我觉得是跟人脑有关系 跟进化 或者跟社会整体都有关系 而不能简单粗炮的说 哎呦 男性意气风发 女性羞羞答答 就是一定男的女的 就是女性社会DVD 不一定啊 不一定 所以我们得就事论事 不能妄下结论 那我们继续啊 切入今天的核心八卦话题了 和内出轨啊 重点话题 先说一下啊 其实啊 有个段子 说男性是世界上最专一的动物 甭管多大年纪的男性啊 都喜欢20来岁小姑娘 是这样的 本能上来讲 这个人类生物进化的这个本能 激素给人的影响 就是这样 都喜欢年轻漂亮的 吸引球上的 那我们形容词去形容男性和形容女性 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你形容一个女孩 一般见面都说 哎你真漂亮 或者是 比如第三方啊 这姑娘真漂亮 眼睛真大 然后皮肤真白 气质真好 一般都是这种外向型的形容词 对对 那形容一个男孩 非常优秀 怎么说 气场强大 能说你漂亮吗 能说你皮肤真白吗 美男子 这好像你 娘腔 你是骂我呢 还是夸我呢 这不行是吧 形容一个男性优秀的 是什么 沉稳 有气度 事业有成 会为人处事 有人格美丽 等等 都是往这方向去弄 其实这个是一个社会的 就是一个社会 对于男性和对于女性的一个普遍认知 男性好 应该是这样的 女性好 应该是这样的 普遍价值认知是这样 所以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很多情况下 老夫少妻的情况 在社会上 尤其是传统社会 比较常见 因为我们看啊 男性什么时候能到这个事业有成啊 成熟稳重啊 三四十岁呗 至少应该是得四十岁左右吧 对 能让自己的人生价值达到一个最高峰 大家可以看这个曲线 男性慢慢爬 到了几十年以后才到了最高峰 但女性呢 如果说漂亮聪明等等这些人 这个皮肤白 这些 那他对应的这个最高峰啊 我们再看这张图 是什么时候 那是二十多岁 所以优势资源相互匹配 相互交换 相互对应 那么老夫少妻这个现象 那就存在了 就不难解释 对 那我们再看婚内出轨这个事情了 你要想增加个人的个人魅力 怎么样 那女性很多时候呢 我得变得更漂亮啊 打扮呢 我得打扮啊 甚至微整容吧 微整容 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啊 微整容 现在在中国 乃至于全世界 那的确是火 再不济 我得来个美头秀秀 是吧 对 不管怎么样 你是增加自己外在的东西 没错 那么男性 你想增加个人的魅力怎么办 需要不断的努力啊 工作 在事业上网上奔啊 对 花更多的时间 对 然后学更多的课程 对 读更多的书 对 挣更多的钱 对吧 那你在不断的努力的时候 在实现个人价值的时候 就像我们上一期讲 贫富差距的时候 不断的提升个人的人力资本 提升个人的人力价值的时候 其实也在变相的提升了自己的 什么 对于异性的 心力 对 所以一个人 不管是男性也好 还是女性也好 他都在努力 其实产生了一个副作用 或者副效果吧 那就是出轨 尤其对于现在 很多出轨来讲 他这个代价很小 过去出轨 可能你这个家庭就破碎了 现在呢 他接触的疫情的数量变多了 同时呢 婚姻对于养育子女的这个作用啊 又有点下降了 比如过去吧 你说原始社会 你说这男的跑了 那留下这孤儿寡母呢 是生存都有困难 但现在 养育子女来说 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说 压力要小很多了 至少是生存吧 不至于饿死 对 这个压力要小很多了 所以说有一些男性 或者有一些 当然也有一些女性啊 就经受不住这种诱惑 理智的诱惑 应该说这是一种人类的本能 在某一个时候 在某一个特定的条件下面 可能就触发了自己人类的这种本能 也就出现了婚内出轨的这个现象 应该说这个是一个社会推动 就是我刚刚讲的 一方面低运技术 另外一方面 男女提升自己的个人魅力 在社会当中提升自己的形象 再有呢 就是婚姻和家庭 对于养育子女的这种 过去单纯的这种财产关系啊 就是有所转变 就是养育子女的职能在削弱 所以在几方面 共同的作用下 让婚内出轨 这个频次就开始变高了 比方说过去啊 如果是比如说 还是生活的小圈子 小城市小圈子 然后你每天上下班 可能就那些人 然后每天工作压力还非常大 你基本上忙完工作就忙孩子 没有时间 然后你有很多优点呢 可能也不容易被发现 现在这可不一样了 现在是网络时代 时间越来越多了 效率越来越高了 你可能不经意之间 你就会通过你的朋友圈暴露 哟 这是个才子啊 拍的照片这么棒 魅力值往上一掌 这文笔这么好 这是个才女啊 这魅力值又往上走了 所以不断的曝光自己 不断的相互 去沟通的过程中 可能相互的吸引的可能性 也在往上增加 所以这也是一个社会推动的 一个小的因素吧 所以说世界上 什么人的话不能信呢 就是男人的话不能信 满嘴跑火车 结婚之前一个样 结婚之后又一个样 有这么一个段子嘛 说相爱热恋症的男女啊 男孩跟女孩说 亲爱的 你知道ABCDEFG 是什么意思吗 女孩说我不知道啊 男孩说 是 A boy can do everything for a girl 男孩肯为女孩做一切事情 女孩感动的不得了 然后结婚以后 好嘛 发现这男孩什么也不干呢 女孩很失望 说当时你的话 ABCDEFG呢 对啊 哪去了 男孩说 其实还有后半技能 H I J K 呵呵 I'm just kidding 胡扯嘛 是吧 男孩的话就是满嘴跑火车 最靠不住的话就是男人的话嘛 其实啊 这个从人类的这个生物本能上来讲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解释通的 因为我们的大脑啊 里边其实进行的都是化学反应 你随时大脑里边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的作用 在你热恋的时候 随着荷尔蒙的影响 那时候你基本上的就是 昏的 蒙的 对 但这种激素的作用啊 其实无外乎也就是能持续几个月的时间 最多了几个月的时间 这股冲动的劲过了 那当时冲动的时候说的那些话 都不算数了 酒醒了 也就醒了 对吧 所以说什么人会结婚 只有发婚的人才会结婚 什么人离婚呢 只有 你理智的 只有发婚的人才会离婚 其实结婚跟离婚都是冲动的地方 那你说这个婚姻真的是 除了养育子女以外 那难道就没有别的了吗 当然不是 婚姻是需要经营的 一段精英好的婚姻啊 它可不是养育子女这么简单了 它给子女带来的思想上思维上的这种多元化 这种重大的意义是无可替代的 虽然说养孩子越来越容易了 生存越来越容易了 但是教育越来越难 对 要求也越来越高 所以一个完整的家庭 一个一对夫妻里面良好的感情 然后还有他们合适的这种相处方式 沟通方式 对于家庭 对于孩子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 由这个头脑当中化学反应 转化到慢慢的理智 慢慢的能够非常好的处理好生活当中的这种持续性的 甚至是很琐碎的无聊的事情 还能有深厚的感情 那这个应该说 人就在变得成熟了 自己的智慧也在开始生化 对 所以说啊 有些事情啊 在婚姻当中 得到了历练 得到了洗礼 人会变得不一样 不能说盲目的以为说 哎呦 我们现在讲权力 讲自由 那就玩了命的追求什么 我看上谁 我就跟谁结婚 然后跟谁没有激情了 我就离婚 我就离婚 这个是不理智的 也是不应该的 很低级的 对 低级的 你是属于化学反应的这种低级动物 我可以这么讲 比如在美国吧 美国都讲 这把追求幸福的权利 是写在宪法里边的 人生来具有的几个权利 其中就有一个 人类追求幸福的权利 是宪法第一条就保护的呀 所以啊 美国人平均一辈子 结婚两次 但是对于这种啊 离婚结婚离婚结婚的这些人 真的更加幸福了吗 从调查数据上来看 根本没有 社会学调查显示啊 受试者 在有冲动要离婚的时候 有的人离了 有的人没离婚啊 只是两组人 他们啊 过了五年之后 调查他们的满意度 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 对自己现有这段婚姻 有的人呢 还是原来这个啊 老夫老妻 但是不满意 当时要离婚 没离成 有一些呢 是离了婚了 然后跟新的伴侣又结婚了 同样是过了五年 调查他们的满意程度 发现哎 幸福度满意度 是一样的 这就说明了 不在于说你 你结婚次数越多 你就说明你越幸福 你就能追求到幸福 这个太表面 太肤浅了 所以婚姻对应的是什么 对应的是经营 对应的是智慧 相处的智慧 包括啊 还有一个可以翻案的一个事情 就是包办婚姻 过去我们都说 这包办婚姻 这是封建 迷信 不是叫迷信吗 封建统治吧 对对对 压抑我们的人的本性 压抑自由的嘛 这也做过调查 说刚结婚的人啊 自由恋爱的人的这个满意程度 大概是47% 而包办婚姻的满意度 只有22% 他这个满意度 这个力 就是差距非常的明显啊 但是过了五年之后 反转 反转了 包办婚姻的满意程度 比当时自由恋爱婚姻的满意程度 还更高 那这个我觉得也能解释得通 为什么 因为包办婚姻是谁包办 是父母在包办 父母他在选择的时候 他其实是带入了他一个人生的阅历 他找可能会找一个门当户对的 门当户对呢 他这个双方家长也比较认可 首先来自于家庭双方父母的矛盾 阻碍就少了 其次呢 双方对应的这种社会地位啊 或者是经济实力啊 基本上是相当 基本上不存在谁 太看不起谁的情况 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呢 既然是包办婚姻 那开始就没报希望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满意度只有20%几% 那也能理解 但后来越过日子就发现 至于死地后生 却发现 这人优点越来越多 这人还有一些优点 生活当中 相处当中 总能发现优点 那这是惊喜呀 发现生活满意度就上去了 但如果自由恋爱这种 刚开始那满意度 恨不得是百分之百呀 非你不嫁 非你不娶 但是别忘了 生活是琐碎的 过了这几个月的 荷尔蒙的激素反应之后 你就会淡化下来了 从完美的人就会发现 怎么你还这样 哎呦 你这睡觉还打呼噜啊 你这脚怎么这么臭啊 各种毛病都来了 当然也有能包容的地方 但有一些不喜欢的东西 它也在越来越多 满意度也在下降 但如果还有这种双方 父母的这种阻力啊 那可能就更难办了 所以说啊 不管怎么样 我是不是说包办婚姻好啊 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说 婚姻是否幸福 关键在于你怎么样去经营 它是考验你一个个人 和自己伴侣相处的智慧的 那它对应的呢 也是一个个人的修养 所以说能把自己婚姻处理的非常好的人呢 他往往是有智慧的 有修养的人 所以也有一个统计啊 这个统计当然我 我不知道 这个出处是哪 但是我看过一个 过去有个报道 说出轨的人呢 相对来讲 他的智商啊 相对低一些 对 所以说我们 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啊 过去我在讲贫富差距的时候 就讲过巴菲特 当时那里面好像对他好话不是特别多啊 说他这是一个道德表啊等等啊 难听话不讲了 但是有一点 巴菲特在过去啊 传闻 对自己的爱人呢 是忠贞不欲啊 有一次 比尔盖茨想搞一个慈善活动 然后当时那个活动呢 正好是巴菲特妻子的生日 然后比尔盖茨就请巴菲特来 但巴菲特当时非常不情愿了 但是也想到这个活动很重要 他就出席吧 结果在现场 看到了自己 因为知道 巴菲特的妻子是下肢瘫痪的 坐着轮椅 出现在那个活动的现场 是比尔盖茨 设计给巴菲特的一个惊喜 巴菲特当时在现场感动的热泪盈眶 老泪纵横 爱情故事终真不语 但是呢 巴菲特这个妻子啊 去世之后啊 巴菲特一年的功夫 就跟第二个妻子结婚了 就说那你说 这个这也是可能 以用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应该就能解释得通 就说像巴菲特这种智商的人 他不会出轨的 出轨对他来讲 代价太大 资产分一半 当然另外可能也说明 人家是有出世哲学和智慧的 不管怎么样 他能跟自己的家庭 跟自己的妻子处理好关系 像这种有智慧的人啊 他们的婚姻啊 首先第一个挑战的难关 就是自己处理好 自己跟自己的关系 然后才是自己跟家人的关系 所以巴菲特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啊 他还会有 他是他的这个家庭生活 婚姻生活应该是非常幸福和美满的 再次印证啊 婚姻关系 他是考验智慧 个人智慧 考验自己的修养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还要说一说 一些瑞典的一些婚姻的一些事情啊 就相信很多人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啊 那首先呢 不得不提到一个跨国婚姻的话题 过去虽然我们路过跨国婚姻那个节目 其实里面的都是皮毛讲的东西 我自己都不太满意 因为有很多真话呀 没敢讲 没敢说 没敢讲 其实我个人的态度呢 对于跨国婚姻啊 是非常持保留意见的 我认为啊 爱情是没有国界的 但是婚姻啊 一定有 因为生活很多时候是琐碎的 甚至很多时候是重复性的东西非常多 对 有很多时候这种琐碎的生活 就把你这种跨国婚姻的这种冲动啊 抹了 就给压垮了 对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啊 这个 因为生活习惯背景不一样 如果是同同一个种族 同一个文化背景的人结婚 之后遇到问题啊 我们去吵架的时候 还能吵明白 语言至少是通畅的 对 而且呢 一般来讲还能就事论事 对 咱都是一个种族的 咱也不会上升到种族差异上去 但如果是跨国婚姻 就是养老公跟中国太太 一想 是不是你们这族人都这样啊 是不是你们中国人都这样啊 上升到 是不是你们瑞典人都这样啊 对 一下子就上升升华了 把这矛盾一旦升华之后啊 再看对方 那可就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了 对 那之后这个人犯了什么错误 你都会往这个方向去 对 往这方向去 之后这婚姻就面临着破裂的风险 另外呢 很多时候啊 我就看到一些不公的现象啊 我不能说 我看到的东西 这个比例就多大 但是我的确看到这种现象啊 瑞典老公 那在世界上呢 收大拇指 带孩子 做饭 家务 什么都包了 羊羊都来 羞羞答答的啊 应该是被很多中国女孩所推崇 尤其很多文案啊 那么慢 那么什么 这种文案啊 你说这个是一点男人 推着通车 喝着咖啡 全都管了 女孩就出去潇洒就行了 这是 这个现象的确 是非常普遍的存在 但是呢 他们是瑞典太太 凡是这种娶了 我看过很多案例啊 如果娶了中国 亚洲太太 亚洲太太的这种 那瑞典男人可就是 甩手掌柜了 结婚二十年 一次晚都不洗的 有 家务不做 有 全堆给亚洲太太 瑞典 如果是瑞典太太的话啊 那瑞典男人 从喂奶到拍格 再到出去遛弯 什么都包了 但如果是中国太太的话 那瑞典男人 一会儿就给中国太太打电话了 你赶紧回来吧 我搞不定了 我见过这种例子太多了 所以你说 对于他们来讲 是不是一个双重标准呢 还是这句话 可能我看到的这种现象 是跨国婚姻里面的少数 当然少数的案例里面 有比这个还惨的呢 还有中国女孩 在中国拿到了 国际刑警的通缉令 因为孩子抚养权的事情 有机会我在节目里面 和大家报这个黑料 我相信这种案例 可能是非常非常少的 但如果不幸的话 这个案例瘫到你这个头上 对你来讲 还是执直板的 执直命的 所以说 婚姻 爱情 它是两回事 尤其是涉及到 跨国恋爱的时候 那风风火火呀 尤其很多女孩 带着自己非常漂亮 非常帅的男朋友 杨小伙 到中国去的时候 大家都会 哇这么帅 我能不能跟你合个影 全这样 但你真是生了孩子 过上琐碎的生活之后 发现 生活可能跟自己 当初设想的 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当然我还是希望 跨国婚姻 美满幸福 美满幸福 我们是这样希望的 但是有难度 还是说有难度 有过有一个 嫁给瑞典男人 二十多年的一个大姐 就跟我说 所以当时她跟 瑞典先生结婚的时候 当时同一批 算是先后年龄 差不太多的这种 跨国婚姻吧 中国女孩 嫁到瑞典来的这种婚姻 现在除了她 和另外一个家庭以外 剩下全都离婚了 那她是什么呢 她的确是 能掌握到 这种相处智慧的 婚姻智慧的这个女人 非常智慧的一个大姐 那另外一个 没离婚的家庭 是怎么回事呢 这女人在家里边 从来不说话 只是埋头做家务 基本上就是相当于 一个亚洲保姆 就可以这样去理解 所以这也引出来了 很多在北方的瑞典夫妻 瑞典人的这种夫妻 有的时候女性 为了追求所谓的幸福 突然就跑了 男同志就想 太太突然跑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 突然某一天 老婆就不在了 然后老婆不在 自己生活起居 可能也需要人照顾 怎么办 他们瑞典就有这种服务 给你提供一个花名册 上面印的全都是亚洲太太 当然是以泰国为主了 是吧 让你继续就像选美一样 选个册子 在里边挑 挑之后 把这个泰国的太太 就引渡过来了 就移民到了瑞典 但是中介可能也会 两头收钱 从瑞典先生这收一部分钱 从瑞典太太这 相当于解决了一个移民问题 你办了移民中介的事 可能也收了一部分钱 两个人就结婚了 我们应该说 步伐里面有真爱 但也有很多的情况 就是找了个泰国保姆 而照顾自己 对 所以这种现象它也存在 所以在这我们还是一样 希望有情人可以终成建树 但是婚姻它是琐碎的 它是需要智慧的 需要修养 需要生华的 需要经营的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 从女权说到了婚内出轨 对于我这个未成熟的男子来说 还是很受益的 而且我觉得从你的角度来说 经营一段婚姻需要智慧 需要成熟 需要两个人共同完成 这样一项所谓艰巨的一项任务 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是的 需要智慧 需要修行 所以在婚姻的这所大学里面 不断的去升华自己 不要让自己落入简单的 这种爬行动物所拥有的这种本能 让激素控制大脑的这么一个 对 所以人嘛 就是人非常漫长 婚姻不管是对自己也好 还是对自己的孩子也好 都是可以让我们灵魂和智慧 生华的一个非常美妙的东西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希望您 也希望我们所有节目的观众 能够婚姻幸福 在婚姻当中提升自己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智慧 让自己的家人 孩子也变得越来越智慧 享受到婚姻 给我们带来的这份福利 对 那如果是跨国婚姻呢 我也希望通过夫妻之间的相处智慧呢 提升你们的跨国婚姻质量 今天可能有一些案例呢 不太美好 但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的初衷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是希望给那些没有结婚的人呢 提供一些警示吧 或者前车之间 对 尽量避开一些坑 别遇到坑 就往里跳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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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